不过我们就看到在这一回Model的新秀大赛 很多年轻朋友都来挑战 在俊南美女当中有几位选手 我们要特别来报道一下 因为非常的特别 像是今年才20岁的李婕宇 其实他是一个血癌的患者 在两年前接受了移植手术之后 还是不放弃当Model的梦想 另外呢还有一个听障的患者 他是带着助听器呢 请便发音才可以挑战现场演唱 而他们追求梦想的自信跟努力 也让人相当感动 风力几鼓 全身跟政界拍摆动 台湾模特儿选拔赛考验才艺 很难相信眼前这位撞瘦的男孩 是血癌患者 今年20岁的李婕宇 从小就是头好壮壮 去年考上大学没多久 意外发现自己罹患血癌 咬牙硬撑过骨髓移植的痛苦疗程 跟正常人一样 甚至比他们还要强壮 因为我本身又是体育系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比在疗养的时候还要痛苦了 同样在会场上 这一个大男孩也备受瞩目 仔细看他的耳朵上还带着助听器 26岁的陈绍威不因为先天缺陷 放弃了他的梦想 击苦得起因为我听不到 然后没有把绑装住 一月的拍子 然后我靠自己努力走着 自己的感觉放出来 挑战新秀模特儿头衔 还有跆拳道美少女也来参加 虽然是竞争激烈 但这些年轻人展现出了实际自信 要勇敢追踪 这段新闻就这样 吕佳蓁 台湾报道